好啊 今天要发布一则 有长学猫启示 我昨天晚上凌晨1点钟 在这个服务站休息的时候 小金离家出走了 好 然后我不知情 而且开了三个小时 快到目的地我才发现小金不见了 1点多出发的 开了三小时过去 回来三小时 7点多回到这里的时候 掉了监控 发布了保洁阿姨的力量 晚上 遍野的早 我把整个服务区的所有角落都走遍了 爬这个山的时候 我怕有时候还剪了一根棍子探草 甚至连对面的服务区都转过去看了一下 小金他其实 品项都热很好 也没有什么血统 只是一只猫靠倒地流浪的小猫蜜 平时还很胆小 他陪我度过了很多男的 主要是他还陪我 走过很多个城市 再过年的求求女儿 如果大家有看到小金的话 就把小金抓起来 按给一千块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